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真心地向天父悔改 渴望得到宽恕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六篇 诗篇第六篇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啊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我心也大大的惊慌 耶和华啊 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啊 求你转回搭救我 以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哼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榻飘起 把褥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干瘪 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 大大惊慌 他们必要退后 忽然羞愧 虽然大卫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 当时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无论在什么处境中 都一心寻求天父的恩典与怜悯 他也充满信心 深深相信慈爱的天父会垂听祷告 使他痊愈 亲爱的朋友 信心的宣告是大有能力的哦 如果现在的你也正处在疾病的困扰之中 那么鼓励你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天父面前 凭着信心开口宣告 我们宣告神的医治必会临到 他也必垂听我们的每一次呼求 赐给我们力量和安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医治我的神 为我挪去了伤痛 谢谢你爱我 并且赐给我丰盛的恩典与安慰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凡事都有盼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